5月13号新昌的何女士 收到了一位自称是 京东客服的人的短信 要求她在30分钟内 往指定账户转账20万元 不然她的征信就会被拉黑 微信支付宝也将无法使用 这让何女士一下慌了神 立马跑到银行准备转账 当天何女士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京东客服的信息 要求她向指定账户转账20万元 否则她的微信和支付宝功能 就会被关闭无法使用 19年注册过京东白条 要她把钱20万 打到指定的一个基金账户里 才能够注销解除 如果不解除 以后个人征信 然后会受到影响 听客服这么一说 何女士立马慌了神 赶紧跑到附近的银行 准备转账 当时在大厅值班的大堂经理 发现何女士异常的举动 立即伤前询问 问了一下客户 客户说 这个京东客服 让她转账 转20万到一个账户里去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太正常的 因为一般来说 是没有这么操作的嘛 然后我就是把她的手机拿过来 跟那个自称是客服的 一个人聊了一下 一番对话后 银行工作人员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骗局 立刻向警方报案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告知何女士 这都是骗子的套路 并在她要进行转账 最后一步操作时 及时阻止了她 为了让何女士 见识骗子的真面目 民警还回答了这位 冒充客服的骗子电话 经过这波操作 何女士终于醒悟过来 并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 及时阻止了自己 否则这20万元 就要落入骗子的口袋了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 这一步